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七弟做了一套外皮 一下子 七弟成为了全印度最出名的明星机器人 而这一成果却引来了另一个邪恶的科学家的嫉妒 他也是男主的导师 电影一般都是这样 总是要找一个反派来衬托男主的光环 由于男主非请忘食于工作 时常疏忽了他的漂亮女友 为此 男主让七弟陪伴在女友的身边当保镖 依此来获得女友的欢心 这个七弟不仅可以帮女友洗衣 做饭 打扫房间 还可以帮助他在考试中作弊 一次 女友在坐火车时 一个不长眼的流氓 故意把他的钱包扔出窗外 七弟健壮奋不顾身地挑出火车找钱包 然而 火车上又来了一波流氓想要侵犯他 在印度这种奇葩国家 女人的地位一直都是很危险的 不过七弟还是很厉害的 找到钱包后 仿佛段玉附身 林波威布赶上了火车 一上来就是对这群流氓一顿暴打 这哪里像智能机器人 简直成了超人了 我想说 色字头上一把刀 女友在七弟的保护下也终于安全了 男主知道七弟这么能打后 就准备向军方申请批量生产机器人队伍 可他的导师就很不爽了 在评估的时候一票否决 理由是 七弟没有情感 不会判断是非 只懂得服从 为此 男主决定赋予七弟人类的情感 他不仅教会七弟关于人的生老病死 婚丧嫁娶等常识 还给七弟注入了荷尔蒙 使他拥有了性别意识 可是七弟有了人类的情感之后 却爱上了男主的女朋友 而且对男主也不再一味地服从 男主当然很不开心了 我这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情敌 自己把自己给绿了 于是男主当众就宣布 要和女友结婚 邪恶的导师得知情况后 便偷偷地找到了七弟 他不仅挑拨了七弟和男主的关系 还给他灌输了一些邪恶的知识 七弟学得也很快 于是在第二天的军方测试中 七弟便在众人面前装疯卖傻 这导致男主的申请再次被驳回 男主气急败坏 干脆把七弟拆解掉 扔进垃圾坑里 随后导师就去垃圾厂里找到了七弟 在骗取七弟的信任后 往七弟的体内 止入了破坏功能的芯片 这使七弟成为了一个魔鬼终结者 恢复状态后的七弟 依然对男主的女友念念不忘 直接出现在男主的婚礼现场 将女友抢走 在警察追捕的路上 七弟杀死了几百人 大肆搞破坏 变得极其凶残 用普通的枪炮 对付七弟根本不管用 眼看敌众我寡 七弟决定 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 他不再听命于导师 干脆连导师一并杀了 随后 更是在导师的实验室里 制造了一批 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这是要征服地球 飞向宇宙的节奏吗 然后七弟就派这些机器人 去抢银行 抢珠宝 抢百货商场 来讨好女友的欢心 男主没办法 只能假扮成机器人 混进七弟的队伍中 但还是被发现了 这时 人民军队及时赶到 开始攻打机器人 男主带上女友 趁乱逃了出来 面对人民军队的攻击 机器人无所畏惧 他们如同拼插玩具一样 拼成各种形状来抵抗 时而组合成巨大的球体 进行旋转式机枪扫射 时而叠成塔状 抓住轰炸机里的飞行员 时而变换成眼镜蛇 吃掉飞机和汽车 并吐出碎片残骸 眼看人民军队 已将机器人部队 装在电网里了 他们居然又排列 组合成一个探险钻头 钻地逃脱 最后机器人队伍 组合成了一个超级大型机器人 并且在男主的面前 摆出一个搞怪的pose 甚至竖起中指来挑衅男主 去得男主气壳生烟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 男主也负担起了 拯救地球的责任 只见他驾驶一辆机动车 引开了大机器人 同时 男主在车上 也很快研制出了病毒 并且成功打进了七弟的胸口 彻底拆解了大机器人 但七弟仍然跟在后面 重追不舍 男主看好时机 利用磁铁原力 把七弟吸进车内无法动弹 然后快速取出七弟体内的芯片 这才让七弟恢复了正常 而其他机器人 也因此失去了控制 这一浩劫总算尘埃落定了 最终 七弟被拆解 并送进了博物馆封存起来 20年后 有一群小学生来博物馆参观七弟 其中一个小女孩 天真的问老师 为什么当初要拆掉 这么出色的机器人 这时 只剩下脑袋的七弟 突然黯然达到 因为我有了人类的情感 电影到此就结束了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也别忘了关注我 拜拜